那么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但是在讲这个 我的签证的故事之前呢 我稍微要讲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觉得啊 我是上帝的宠儿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就在我的人生中间 总是在每一个关口 会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不一定是我的朋友 不一定是我这个一生的朋友 甚至就是一个路人 但是他肯定会陪伴我 走过这一段 然后把我送到下一段 到了下一段 又有另外一个人接手 陪我走过一段 好像我的整个人生都这样的 我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在这个几顾眼上 这个人就出现了 而且帮我走过了这个坎以后 以后又跟我没有关系了 那么下面我讲讲这个 罗伦斯这个人也是一样的 在上个节目里我讲到 他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陶瓷家 跟着一个学习中国文化的代表团 到了这个中国 罗伦斯这个人是华裔 但是他不会讲中文 他已经是在澳大利亚很多代了 所以他完全就是澳大利亚人 样子长得像个华人 姓唐 但是他完全全不是中国人 那么当时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当然是帮了他很多忙 开了摩托机带他到处去逛 当然我的目的很明确 我就是想卖画给他 我想他是个艺术家嘛 一定是对画有兴趣 那么他会买我的画 再呢 我在有一次的机会啊 就是偶然啊 就是说 反正路过嘛 就把他带到了我的 那个房间里面啊 那个很寒秤的 那个小房间里面 在广播电视厅的 然后就给了看了 所有我的收藏的这些画 他看过以后呢 他看得很认真 一副一副看一副一副看 看完以后呢 一副花都没买 但是我是觉得非常的 呃 失望啊 我想他总要买个一两副 哪怕是 哪怕是算我这个摩托车的 这个邮费 你也要意思意思吗 买个一两副吗 这个给你两半块钱吗 对吧 没有 一副都没有买 不过他讲了一句 他说 哪一天你有时间啊 我们约一下 你把画全部带到我的地方来啊 我看看我们那里有没有愿意买你的画 哎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啊 这到底是个好办法 我就给约好了 那就明天吧 他明天可能太急 他要不就后天吧 到后天你中午一点钟啊 这个到我的房间里来 因为我们是两点半 这个要上课 那么吃完饭呢 稍微让大家休息一下 一点半左右 他说最好是一点半你过来啊 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说好 然后到了第三天 我真的是一点半之前 稍微浅一点点 我就到了房间里 然后他就打电话啊 在那个他是住在酒店里面 打电话给通知大家 呼呼就来了 来了好多人 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这些 这些人全部来了 就是他就你现在 跟他去简单一下 讲一下 那我就在那里用 我的那个有限的英语 跟大家讲一下啊 介绍一下 什么这个中国的 这个山水化啊 是什么什么 公笔化是什么 水墨化是什么啊 他的什么三点 那种就就就就 就把我学的那些 就胡扯一通啊 哎呀 他就听得津津有味 然后讲完以后 就开始就就卖话了 就说多少钱 我说这个一百块 哦就买了 就简直就是强起来了 后来我就说 大的是两百 小的是一百 外国人真的是 是是是听末了 什么你们中国人 买画像 卖布一样 是按尺寸买的吗 真的 那个国画 真的按尺寸买的 是多少多少大 算多少钱 越大的越贵 中国人 这外国人 怎么也没法理解啊 反正我带去的话 全部卖光 就是其实 我去澳大利亚的 那个机票 就是这一次撞的 这一次 我就好像 撞了几千块钱 当时我把那个钱呢 放到这个书包里边 就背起来 那个为人民 服务的那个书包 背了几千块钱人民币 那是我人生 这一辈子 最多的一次 现金 放那么多钱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从来 没有拥有过钱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赶快 骑着自行车 跑到我哥哥那里 把这个钱 交给我哥哥保管 因为我自己 没有拥有过钱 我拿了钱以后 我就很紧张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事情 我就跟哥哥说 这个是我出过 机票 我放在你这里 哥哥很奇怪 你放在我这里干什么 什么东西 你放在我这里吧 就帮了这么大一个忙 而且呢 这个劳伦斯 他还这个 给了我一些 这个铜币 他是这个澳大利亚的 这个这个这个币 这个50分的 25分的 10分的 反正是 他给了一些给我 他说这些 你留着玩吧 意思就是留着玩吧 后来 这些币 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我在讲 我去澳大利亚以后 那个经历的时候 我在讲 这个罗伦斯 给我的这个钱币 起的伟大的作用 这个下面在讲 所以好多事情 好像都是上帝 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都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 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他就会准备 什么样一个人 这个我怎么好像都安排好了 好像是个 上帝把这个剧本写好 我只是去演就是了 我总感觉就是这么回事情 好 那么下面讲 我就签证的事情 那么我拿着这个 澳大利亚 NATROBE UNIVERSITY 的这个通知书 当然没有担保书 我就到了北京去签证 到了北京 住在我的一个 唐哥哥家里 那个也是 对我非常的好 那一家人他的 唐哥哥和他的太太 都帮我很多的忙 非常感谢我那个 我那个哥哥 还有嫂嫂 对吧 那么就跑到这个 三里屯呢 跑到澳大利亚大使馆 去签证 打了护照 打了通知书 跑去签证 到了这个签证处一看 哇 人伤人伤 那个签证处外面 好多人在那里围着 我觉得怎么回事情 就碰到旁边 有一个人去跟我聊天 就想 暂时停办了 这个签证已经不办了 什么时候办 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些人在里面 外面就等 等着就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办 这是出了一个通知 你根本都没办法 挤到前面去看 这是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的 旁边就告诉你 你不要去看了 就是讲的 这个通知 说这个留学的签证 暂时停办 什么时候 再办 另行通知 就是另行通知 所以呢 也没有一个时间 所以每天都有人 跑到那里去 等 这时候就来一个 年轻人就跑来跟我聊天 就是 你是什么情况 我就跟他讲 我是 他说那你担保是什么 他说 录取通知书不重要 重要的是经济担保 你要有钱 他说 如果只是这个担保人的一封信 说我准备担保谁谁谁的话 他说那个作用不大 他说如果说是那个担保人 还能够出示他的银行证明 就是他到银行去打个流水 或者怎么样 证明他的银行有这么多钱 根据那个钱的多少 这个就比较有用 他说最最好的当然就是 你自己在澳大利亚有钱 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银行 你存了多少钱的话 那你说我不需要人担保 我自己有钱 我自己担保 那是最硬的 肯定能批下来 我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说我什么都没有 他看着我好像是 看着外星人一样 什么 You got to be joking 好像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没有这个担保书 你跑到 从湖南大老远跑到这来 搞签证 你不是 他说我叫朱忠 朱忠 姓朱 朱德的朱 忠于的忠 他说我叫朱忠 他说你这种情况 你要是能拿到签证 你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念 就走了 第一次就是 漂了一颗冷水 对吧 那就是怎么办呢 签证处 首先是跟这个 大使馆不是一个地方 对吧 大使馆在这里 签证处到另外一个地方 为了怕他太吵 那么我就想 那么我到大使馆 去问问情况嘛 对吧 大使馆问问情况 能问到就问到嘛 这样我就往大使馆走 还没走到大使馆 还在走到大使馆的途中 碰到两个人 这个两个外馆走过来 我一看 估计就是澳大利亚的 我就跑上去问 我说 你们是不是澳大利亚来的 他们对对对 我说 你们是不是学下来招生的 他说不是 我们是来做什么事情 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吗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是来签证的学生 但是呢 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签证处 他已经停办了 但是我就想知道 什么时候会再开 我说 我说这个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西洋人其实是很肯帮忙的 但是你一定要开口 你一定要跟他们说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否则的话 他不会 就是来踩你 对不对 但是你已经向他开了口了 他就会把他当个事 他说 他没关系 他说你跟我再去 到签证去 我反正要去 你就在外面等着 我问了以后 我就出来告诉你 我说好 跟着这一对男女 这一对男女 尤其是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的时候 那个男人是表现是最好 因为他也在女人面前 表现他的降统 表现他的绅士的风度 对吧 结果这两个人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这个大概十五分钟以后 这个男的出来 就把我拿着一边 你跟我说 一个星期以后 一个星期以后 就重新开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的教育部 在讨论一个新的 什么什么什么政策 所以展示天内一下 不是不办的 在一个星期以后 这个又会重开 那我得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信息嘛 我就不会像他们 所有的人这样 每一天到我那里跑嘛 对不对 我就知道 那还有一个星期 那我一个星期以后再来 对不对 我至少有个希望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情了 我就走在那 那么一个星期 在北京干什么呢 你总要找点事情做 对不对 那我就想啊 这样吧 我到天津去吧 为什么到天津去 因为那个时候啊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成立了一个叫 美国音乐研究会 我再说一遍啊 美国音乐研究协会 这个协会呢 的这个总部呢 设在天津音乐学院 那么我呢 作为一个年轻的会员 那么他们都是什么 老的那些人 什么张权呢 以前留美的这些音乐家 他们组织起来了 一个叫美国音乐研究会 那么我作为千年 我写了这个 美国音乐三百年 这个历史的这个 这个论文啊 也是我去考外国 学校的一个论文 而这个论文呢 中文版的 我也给了这个 美国音乐研究会 那算是我有贡献 说我在里面成为一个 非常年轻的会员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最年轻的 但是我当时是 很年轻的一个会员啊 就进去了 那这是一个 也是有资格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协会嘛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到天津去拜访 这个美国音乐研究会 的总部吧 那也算是个借口 去那个吧 我就跟那个 秘书长 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了 跟他说 我要拜访一下总部啊 因为我很快要出国了 我很快到美国去留学了啊 他每天说 哦 那美国去留学了 哇 非常欢迎 这样我就到了天津音乐研啊 就拜访了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跟他太太 非常客气 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啊 然后就跟我交谈了 什么东西 谈得很火 我记得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是他的那个太太跟我讲的 她说 哇 你现在出国了 那你下次还不要带一位 金发碧眼的回来 让我到来住了一个晚上 我这样就在 这个天津呆的一个晚上啊 在天津呆的这个晚上 这个最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通过这个 秘书长啊 给了我张权老师的弟子 和联系方式 啊 他说张权老师 我们知道张权老师 是中国老一辈的歌唱家啊 是这个这个 好像以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吧 应该是是刘美的啊 张权啊 这是一个老歌唱家 他跟我讲说 张权老师的身体不太好啊 他说呢 最近呢 好像是 呃 有点孤独啊 有点好像 那没人去关心他 对吧 那么你正好呢就是年轻嘛 啊 就代表我们协会啊 是 这个就去看看他啊 就表示我们这个协会对他的关心啊 我一听 这个才是很好啊 这个才是倒是不错 这样我要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 去年我又去看了张权老师啊 聊了什么去都已经不重要了 他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从张权老师那里 我得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改变了我整个的命运 那就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部的部长 啊 这个人也是我们美国音乐协会的会员 就应该去看看他啊 我这个好啊 这又是个好才是 然后呢 我从张权老师家出了以后 到了第二天啊 我要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了啊 因为当时我是湖南广播电视艺厅的嘛 我说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嘛 我还是有工作证的 那我是我们属于一个系统对不对 那我到了中央以后 他说你是哪来 我说我是湖南厅的啊 湖南的 他看到我这个工作证 湖南厅的 那有什么事 我说我找音乐部啊 找我们同事有事情 那那就没问题啊 你是一个系统的 一个单位的嘛 对吧 中央人群广播电台 或者广播电视厅 是一个阵性的 所以没问什么 看门就让我进去了 那我就很顺利的呢 找到了这位部长 这位部长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记得了 我只知道他是中国的哪一位钢琴家的哥哥 这个钢琴家呢 又是跟盛政国老师又是什么关系 反正那个圈子都很小 大家都很近 都父亲都认识 就这么一个关系 部长一听啊 我这么年轻有为的一个年轻人啊 当时应该长得还可以嘛 对吧 而且听说又到美国去 到伊斯门去读书了 到印第安那去读书了 对吧 那当然就是很那个了 而且我跟他讲 我说我在去美国之前呢 我想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英文 把英文弄弄好啊 怎么怎么样啊 就就就谈得好像是我听什么的 你知道吗 那别人看了以后就说 就年轻有为的一个小伙子啊 他就跟我 哦你要到澳大利亚去啊 那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谈一谈 哦什么事情 他说这个澳大利亚 这个大使馆呢 这个文化长障 老是这个打电话过来啊 就是说问我们 为什么不播什么澳大利亚的音乐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语言又有问题 沟通又有问题 说我们很难跟他讲得清楚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 给我们的一些节目啊 都是单声道的 这音乐节目都是单声道的 都是那些黑唱片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搞双声道了 我们现在已经搞立体声了 你就问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立体声的节目 介绍给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当时这个也缺乏 这个外语人才 所以沟通上有问题 他找了找了找了 他要摸摸去 哎 摸了个名片出来了 他说这个是澳大利亚这个 大使馆的文化长障的名片 你去找找他 你就代表我们去跟他谈一谈 因为我们现在也忙 也戳不出人 你反正也是我们 这个部门的嘛 也是我们这个 广播电视听这个顾门的嘛 对吧 你就算我美托你啊 去找他谈一谈 就是告诉他 我们其实非常乐意的播放 这个澳大利亚的音乐节目 但是呢 你一定要做成立体性的给我们 另外就是说 最好是还有一点中文的节目 你全是英文的节目 我们播了中文老板也听不懂 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翻译 对吧 讲了这个事情 我说哇 这是个美菜啊 太美了 这个菜啊 我说没关系 正好我明天到大使馆有事情 那么我就顺便帮你去 去聊聊这个事情嘛 谢谢 这个部长 我说走拜托又拜托 走谢谢又谢谢 谢谢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啊 这么重要 我说好没关系没关系 小事一点应该的嘛 这个都是董事嘛 对吧 应该的 这个我有一个敲门砖了吧 那个有个名片 有个敲门砖了啊 然后这样我就跑到了这个大使馆啊 不在那个签证部吧 签证部是在那边 大使馆在这边呢 我就跑到大使馆 这一次我根本就不讲我是学生 跟学生一点关系没有了 我就拿了这个我的工作证啊 我是广播电视厅的 但是今天呢 我是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 我就把那个中央广播电台 那个那个部长的名片拿出来 我是代表他来的 来找谁呢 找里面的文化参障 谈关于这个节目的问题啊 这个就牛逼了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来了 哇 这个参长马上就跑到门口来接待我 跑出来 啊 跟我说啊 谢谢谢谢啊 Mr.Chin Oh nice to meet you Oh it's my honor 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 我们就开始聊了 对吧 英语聊了 我就跟他讲了 我就把那个部长的意见都转带给他了 我说一个是这个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啊 我们非常需要啊 介绍各个国家的音乐节目啊 但是呢 这个澳大利亚给我们的节目呢 这个大多数是单声道的 不是立体声的啊 而且呢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呢 你们能给我们一些新的 做成是双声道的立体声的节目 而且最好要配有这个中文的 这样呢 才能够我们自己拿着播 就说你们最好是给我们的节目 我们就能够播 而不是你给我们的素材 我们要自己再做过一次 我们说我们中央电台呢 就没有这样的人力啊 就没有这样的资源 这个长长就很奇怪了 他说 你的英文不是也很好吗 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来做这个节目呢 我就跟他长长讲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不是中央台的 我说湖南台的啊 这湖南台跟中央台是两码事 对吧 再说我现在也很快到美国去了 对吧 我要去留学去了 我没空这种事情 他说哦 是这样的 他也看着我 他说很遗憾 你不去澳大利亚 我说澳大利亚 我反正你到学校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说我要先去澳大利亚帮忙 也是可以的 哦 是吗 看着我 是吗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他就砰砰打了个电话 就又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我记得 叫John Clown John Clown John Clown是什么人呢 是澳洲广播电台的老板 巴斯 John Clown 澳广 你们知道 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 我是什么什么 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也工作过 就是这么来的 接下来 我说 这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派来的特使 这个Mr.Chin 从中央广播电台来的 我立刻介绍 我说我是湖南台的 但是 湖南广播电台是艺术团的 但是我这次是代表 这个中央广播电台 来地点这个信息的 这位是 这个澳洲广播电台的 这个这个 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 他说我给你们20分钟 你们两个谈 一定要谈出结果来 他人就走了 江科隆你跟我谈呢 就谈谈什么谈 他就说 我就跟他讲 我说呢 其实是 是这么个情况 那江科隆就说 最终于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台里的人 绝大多数是台湾人 这个台湾人的普通话 讲出来以后 做出的节目啊 我们大陆就不愿意播 他说有这么个问题 我说那没问题啊 他说我是大陆人啊 我说我可以帮你播啊 他说是吗 他说你能不能到我们 澳广呢 这个帮一段时间的忙呢 我说可以啊 你要帮多少时间 他说 这样吧 他说我帮你 问问这个签证的问题啊 这个签证 一般是三个月 他三个月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到澳广呢 到我们那里 帮我的忙 对吧 我说那没问题啊 三个月 我这个时间有啊 我们两个就谈了 就开始谈 具体内容了 当然我就跟他讲到了 这个 我是怎么样成为 这个美国音乐研究会的会员 我写的这个论文 叫美国音乐三百年 对吧 那么他说 那你也可以帮我写一个 澳大利亚音乐几百年呢 澳大利亚也只有这么长历史啊 他说你如果把澳大利亚的音乐 这个历史稍微梳理一下啊 把这些节目都介绍给 中国的听众话 那不是很好一件工作吗 他说三个月 我估计你也能够完成呢 他说三个月不前的话 我再跟你延期 我说我延期 我就没时间 我要到美国就读书 我还挺牛逼的 我要到美国就留读书 那澳大利亚 我顶多待个三个月啊 两个打得最好信头的时候 这个参战也回来了 你们两个谈得怎么样 我说谈得不错 谈得不错 这John Clon说 我现在正在邀请Mr.Chin 到这个Melbourne去啊 跟我们这个 帮我们忙 帮帮几个月的忙 那张正一听 那个主意不错啊 大利亚就问 Mr.Chin你有护照吗 有护照吗 我说哦 我臭小带了护照 你把护照给 你把护照给 Mr.Chin You come tomorrow 你明天呢 明天拿来签证 就在那读书的事 根本提的没提 什么 读书啊 什么什么担保人啊 什么都没有 就前阵就这么搞定了 当然这个John Clon 最后他也跟我讲了 他说呢 这不是一份这个 就是说不是一种 full time job 不是一个全日的工 所以呢 一个是机票请 你要自己出 对吧 另一份到了 澳大利亚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只给你一个 打工费 就是你来帮忙啊 你要帮忙 你的工作的这个时间 我们按多少钱 一小时给你 当然他也讲了 也足够你生活的了 他说生活是没有问题了啊 但是呢 不会富有 他意思是讲的很清楚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 广播电台来 这个我做广播电台的 这个头头呢 我只有这么一点权力 我说没问题 澳大利亚我没去过 我也正好去看看 正好呢 这个 钱不是问题啊 钱不是问题 我自己也有钱 我澳大利亚也有朋友 他都住的地方 都不是问题 这个你放心啊 牛皮吹 他说的挺 小意思 小意思 我说你能给我一点 这个这个 别说给我一点终点会 你不给我 我都愿意帮忙 对吧 你像白秋恩 跑到我们中国 这个那个时候 白秋恩是谁 算了 白秋恩跟你讲 话也长嘛 就是说一个外国人 不也万里 来到中国 帮助中国人民 怎么做嘛 我说我也可以把澳大利亚 帮助澳大利亚人民嘛 对吧 弹音乐 弹到我饭碗里 真的 你任何人 只要你跟我弹音乐 你都会喜欢我 这个John Crone 就是这样 一谈到音乐 我跟他讲 这个澳大利亚的音乐 什么什么 我熟悉的那些 澳大利亚的歌手啊 那些乐团呢 比如说BGs BGs的当时也是 非常火热 我就告诉他 BGs 唱几个旋律 给他听 哇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说你对我们澳大利亚的音乐 这么熟悉 其实我还真不熟 就这样 第二天 我就拿到了我的签证 我拿到签证以后 真的 一切都变成真的了 这一次就是 是完全变成真的了 那 我慢慢散步 走到那个签证 那个地方 看着人上人下 还在那里等待 焦急的看望着 你看到他都在议论啊 什么什么 签证什么时候弄好啊 什么时候会 还是重心签啊 什么 大家都在议论啊 就是那个姓朱的 那个朋友 又过来了 看到我 老兄啊 你怎么样 这个担保 弄好了没有 我说我没有担保 走开地讲了 我就叫他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忠 总朱 总朱 他说你怎么骂人啊 叫我总朱啊 我说你说了 我拿到签证 你的名字可以道德念了 把签证 看到没有啊 签证 弄好了 所以我可以叫你叫 总朱 他真是目的口 这不是天翻夜谭吗 你怎么弄到签证呢 这个签证处都已经关门了 你弄到签证了 是的 我就是这样弄到签证的 与我的留学啊 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就是 这个 这个参赞 签证就给我了 碰你一个这么优秀的青年 愿意自费到澳大利亚 去帮我们澳洲广播电台 做这个节目 送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是琢磨 便宜的一件事情 对吧 琢磨 好的一件事情 对吧 文化参赞也拼命想为 澳大利亚做事情 澳广的这个头头也是希望 多做点好寂寞 碰到一个搞音乐的 又懂英语 就正好呢 有点时间去美国留学之前 可以到澳大利亚去给他们帮忙 何乐不为啊 何乐不为啊 就这样 拿到签证以后 当然我北京的那个哥哥嫂嫂 都非常的高兴 我都告诉他们 谢谢他们 帮了忙 然后呢 我从这个北京 就准备直接去上海 就准备去治下 因为就要告诉东亚这件事情啊 就说 你放心啊 我的签证也办好了 我也出国了 你就准备东西吧 准备行李吧 到时候我就回来接你 就准备这个 但是呢 我的这个哥哥啊 这个堂哥哥啊 就跟我提醒了一句 你是不是还是要先打个电话 问问他啊 联系一下 对吧 这时候我就听了他的 这个话啊 这样呢 我这个堂哥哥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 可以打电话的地方啊 然后就给东亚打了电话 我就跟他讲 东亚 我就很激动 我说东亚 我拿到签证了 我要出国了 我要到澳大利亚去了 我说你在上海等着 我过来看你 然后呢 你准备东西 这个东亚在电话里面 并没有表示太大的惊讶 啊 而是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 啊 真的呀 太为你感到高兴了 他说啊 我都具体不记得他讲了什么 好像就是讲了 就是说 嗯 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能够 混出个人样子来 也是 已经令人高兴的事情 反正之类的话 就是好像就是说 终于有个出头之日了啊 总算是混出来了嘛 就算 就是我的那些心血都没有白费 好像大概是这样的话 听了个口气 我就知道了 就说 你以后多保重吧 对吧 他说 相信你会过得很好 对吧 嗯 过去的事情 就把它忘记掉吧 这么讲的 当时 我真的就是有点崩溃啊 我是为了你要出去的 对吧 我是为了你要 到澳大利亚去的 对吧 为了我们那个 你在一起生活 我才奋斗了 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现在你告诉我这样 那我还出去干什么呢 这样呢 我也跟这个 财本善老师 也打了个电话啊 有次财本善老师 是鼓励我吗 他也是一个需要告诉的人 在台本善老师 跟我讲 就笑起来了 他说 哎呀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 你到上海来啊 满街的上海人 女孩子要嫁给你 你现在是外国人了 对吧 你听我一句话 三十年之后 还有东亚这样年纪的小姑娘 要嫁给你 你相信我 他说你根本就不要再留念 这段历史了啊 过去就过去了 当然我把他骂了一通 我说你太无情了 你不了解我 你不了解东亚 你不了解我们自己砍清 你是混蛋 你怎么怎么样 把他凑马一动啊 所以我就是心里就非常非常非常的 就是我破碎啊 当时就是我威平 还要不要出国 变成一个问题了 我是辛辛苦苦 为了这个 跟东亚一起生活啊 为了改变我跟东亚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没法去上海 他也不愿意去湖南 那么我能出国 出国以后 我就可以把他带到国外去啊 也是采访上老师讲了 只有我出国了 你的老婆就跟着你来 你不讲得好好的吗 你不是骗我吗 对不对 而采访上老师说 哎呀 放心了 有的是啥女人要跟你 以后你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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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不过来 太多了 就这样 我的钱都拿到手了 我回到了湖南 清理了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烧掉了 烧了好长时间 把这东西烧掉 唯一有一样东西 我舍不得烧 那就是东瑶给我的琴书 东瑶给我的琴书 整整有一箱子 我去澳大厂 带着东瑶 这箱琴书 两个箱子 有一箱是放东瑶的琴书 另一箱子放些什么 方便面的种东西 背了个小提琴 把我家里所有的东西 能卖的卖的 能送的送掉 全部就送给我的那些 这个广播电视听的那些同事 他们就来 拿这个拿那个 拿这个拿走了 这样我就买了一张 这个从香港飞墨尔本的机票 这一次我拎了两个大箱子 经过广州 又是我这个广州的这个铁格门 刘军辉 把我送到了 广州飞香港的飞机 首先是那个 他是那个Casic Pacific 这个是Casic Pacific 是叫做做做什么 反正那个香港 那个航空公司的 先到了香港 然后是转机 这样就是做 我拎着两个箱子 带着我的 全部的一生的梦想 飞上了天空 OK 今天这一集讲到这里 下一集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从香港到墨尔本 这整个这个路上的经历 以及我到澳大利亚的生活 这个是走向自由二 请大家注意听 走向自由三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